大魔王阵的女朋友逛街约会 实则是因为在恐吓性的事件中 巡查校园有没有可疑人员 本来两人约会好好的 突然身后传来惊天大爆炸 好去一看 居然是希尔菲因为觉得卖鼠 觉得大叔眼神看着像魔祖 但人家确实是正经生意人 奥利维亚让希尔菲把剑收起来 他已经莽撞的砸了一排店铺了 总不能看人家像魔祖就抓起来 巡逻的事干不成 伊丽娜让希尔菲回店里去帮忙 寻院的中央处立着一棵餐厅巨树 据说这是三代拉威尔 人称剑王大圣的国王 为封印某样东西而种下的 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奥利维亚倒是知道 但是事关重大 谁都不能说 说起剑王 学校举办的剑王五兜大会 他也要参加 不仅如此 奥利维亚还给亚德报了名 如果亚德不参加 他就单方面认定 亚德就是魔王转生 这下亚德算是起火难下 这好先回班里的性感女扑咖啡厅看看 然而还没等他开门 希尔菲突然破墙冲出 要把摸自己屁股的猥琐男大写八块 还是亚德出手 惩罚了猥琐男修好了墙壁 警告希尔菲做得太过火了 亚德原本打算就此告辞 却被女仆们强行拉进了咖啡店侍奉 伊丽娜见亚德又被女孩子围住 吃起了非错 也会上女补装要侍奉亚德 然后不出意外的吵了起来 校园广播通知剑圣舞斗会 将于明天开幕 为了纪念百年胜典 这次冠军的奖品 是勇者圣剑的复制品 一听到可以拿到解击的剑 齐尔菲当场表示要参加 上次的竞技大会 伊丽娜和基尼尚未分出胜负 于是也一起参加 至于亚德则早是被奥利维亚报了名 第二天比赛正式开始 亚德伊丽娜和奥利维亚的出场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剑王舞斗会 是只可以使用剑气和身体 强化魔法的比赛 只有八强才能晋级到半决赛 还是决定等半决赛 在甲中输掉比赛 最后一场是吉尼对战冠军候选人 吉尼明显录了下风 还是在亚德化疗buff下 才重新振作赢得比赛 比赛结束后 因为人手不足 伊丽娜和希尔菲回到店里帮忙 吉尼趁机拽走了亚德 让他陪自己去参加笑花笑草选拔赛 会场上亚德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仔细一看 君是曾经欺负过吉尼的使兵色 怎么胖成这样了 使兵色一见亚德 正巧轮到吉尼上台 看着已经完全脱胎换骨 变得自信的吉尼 使兵色似乎松了口气 吉尼的家族 世世代代侍奉使兵色家族 吉尼从小就是他的护卫 但是对方什么都做不好 倒是他还要反过来保护吉尼 这让使兵色对笨手笨脚的吉尼 有些不耐烦 再加上他的父亲教导他 要随时随地地摆出公爵长子的架子 将王族以外的所有人都视为蝼蚁 这带给他很大压力 为了逃避才会看不起吉尼 对他进行霸凌 害得吉尼满意下了自卑的种子 使兵色其实很感谢亚德那顿教训 给了吉尼脱胎换骨的勇气 吉尼自卑的诅咒已经消失 但使兵色会背负着罪恶感 和自我厌恶过一辈子 他还没有面向吉尼道歉 没有真挚地低头承认 并弥补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 这话引起了亚德的共鸣 因为他有一件事还瞒着希尔菲 最终选八次的冠军是亚德和吉尼 亚德真心实意的夸奖吉尼的笑话 实至名归 彻底破除了吉尼心中最后一点自卑 宣传的效果是显著的 吉尼成为笑话后 女仆咖啡厅立刻人满为患 第三天舞斗大会进入半决赛 而第一场战斗 居然就是奥利维亚和亚德的战斗 亚德头都大了 和奥利维亚战斗 还要不留痕迹的放水实在是太难了 什么都不做就输掉比赛 又太过明显 再加上奥利维亚步步紧逼 明显是要动真格的 亚德下意识使出了大屏障术挡下攻击 结果一个不小心没收住力道 直接把奥利维亚弹飞到了天边 最后因为使用禁止魔法 亚德失去比赛资格 奥利维亚飞得太远 赶不回来也弃全了 下一场比赛 伊丽娜和吉尼的最终大战 两人以谁可以待在亚德身边为主 展开了一场一点也不精彩的战斗 最后伊丽娜一刀秒杀吉尼落下帷幕 吉尼当然不服气 两人又吵了起来 亚德赶紧从中调停 但不知道的是 将希尔菲送了他身边的面具男 正偷偷地观察着他们的一切